好 現在講一下怎樣去 Bordcast AV Resources在Google Meet之上 開了Meeting 接著在最底就有3點 這個位置 3點旁邊的 3點旁邊的%Now 這裏有3點 第一個就是整個螢幕 整個螢幕都會被人看 另外Window你想選擇某一個Window 例如你開完Work 你就可以按這個 只是Bordcast Work的Window 給人看 第3個今天要講的東西就是Chrome Tab 下面寫了 就是去Deliver一些Animation或者Video做好的方法 今天就試做這個 Chrome Tab 但我還沒按這個按鈕之前 什麼叫Chrome Tab 大家 應該會用Google Chrome Web Browser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Tab 這個另一個Tab 這個另一個Tab 所以當你按這個就轉了第二個Tab 轉第二個Tab OK 所以如果我們要 去出Tab的話 暫時在這個螢幕上 就有 3個 如果想新加的話 加多Tab 現在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這個Tab我是YouTube 上網 YouTube OK 上網就尋找一些Videos 昨晚就放了這部影片 試一試按 最重要是 備課的時候 試好了 你聽到有聲 我先停 如果你譬如說想Bordcast 這個Videos出去的話 平時如果你用screen去播cast 它會摺著 但是如果你用我 剛剛所說的 Clone Tap的方法 就不會的 我現在試給你看 那我回來這邊 我們按Clone Tap 按完之後 我發現上面 就會有一個YouTube 就這個 就需要把這個播cast 下面還有最細的 你會不會分享音訊 分享之後就可以看看旁邊的地方 看看有沒有東西看 你就會看到有畫面但還沒播放 你放大 但是還沒播 sanct 因為我在那邊期間還非可以按制 那按轉 swiftly看看會怎樣 現在其實已經在播íst 可否去全螢幕? 只需我正在這邊用把垃圾ر按打發 可以看到有新的 OK 但記住 full screen 只是 tap full screen 但去到同學方面 其實就已經是 full screen 你看到都流暢的 聲音也是正常的 好像現在直播的情況 這個第一個方法就是 播你部機裡面的影片 可以改變聲音大小 OK 甚至乎停 OK 這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在你 網上YouTube的方法 OK 但如果我們有影片在電腦裡面 就是這裡 你看一下這個影片 昨天做的 放在電腦上 如果我想播放出去又怎麼做 免得找老師聽 這個我要取消 那一取消 那學生就會 直接停止了 又是那句了 你要有個Tag 所以按這個加好 新增一個Tag 然後只需要在電腦裡面 找回你要做的東西 就是這個 只需要JACK下去 放手 一放手之後 又看到這個影片 OK 這個就是這個影片 關於Attendency 你聽到有聲音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在這個Tag裡面 又可以播放到 又有聲音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影片 或者沒有聲音 那就是說 那個Comb 就不會解压 你的AV resources 最好用MP4 當然你要先做了 那現在已經成功了 成功之後 又播放了 記住 我們又是選 %Now 第三個 CombTag 那一選完 CombTag之後 你會看到上面 就是第二個 就是我在電腦裡面 那個的File 按它 然後連上聲音 然後按分享 那你會看到 就到旁邊 那旁邊 那旁邊 那這邊也有的 那這個大那些 那你就會看到 就有個 影片的了 但是還沒播放的 那你就要在這邊 按按鍵播放的 OK 那你看到正在動的了 那你看到一些重音的 因為這裡開了幾部機 都在播放的 OK 那這個呢 就在你的電腦裡面 Broadcast AV File 的方法 好 那還有第三個方法 這個呢 有避免運動視聽 我停了 這個Tag 那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 如果這些影片比較大 或者 剛才的方法解決不了 例如 我在這裡 你部機有個File 但是呢 放在Tag 播放不到 那怎麼辦呢 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放上去 Google Drive 就是這裡 那時間關係 我放了上去 Google Drive 這裡 那如果放了上去之後 其實你可以直接在這裡 OK 按一按 這個也是MP4 那當你按完的時候 發覺呢 又多了 在個 Google Drive 裡面呢 就開了剛才那個 的Video 那也都聽到的聲音 OK 那方法一模一樣 又在這裡 按回 Present Now 跟著 Comb Tab 跟著呢 今次呢 就是選個Google Drive 裡面的AV 然後呢 跟著 又分享 那之後呢 又好像剛才這樣 啦 在混合 混合 混合 那跟著就 Play 那這裡又在Play 那這裡就是第三個方法 那基本上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方法 另外呢 就有同事就說 發個I-Solution的問題 OK 那I-Solution要怎麼解決呢 那就去 第二部機 先 OK 那去第二部機 那首先 要解決I-Solution的方法呢 那當然第一時間呢 就是 開了個 I-Solution先 那I-Solution呢 就安裝了 在部機裡面的 那跟著呢 那基本上如果你想上課的時候 應該是去到某一個上課的畫面 那現在正在開了 例如這個畫面是上課的 那要上課的話呢 我們怎麼做播cast呢 那記住呢 裡面是那些video有問題的 那video例如這個 那這個video呢 那一會兒就會試一下它有什麼問題的 那現在我們就直接呢 那現在就Present這個video先 那就是這個animation先 那在下面 那你這樣播呢 是可以播到的 那大家留意 停一停的聲音 或者停一停 那看到呢 它用IE開的 那如果你可以有方法 把它用Cone開 那其實也都可以用回 剛才的方法解決 那現在呢 就試一下它有幾疾 那我們先按一下這裡 OK 那這個呢 我們先試一下 就選擇 視窗那個 選擇第二個 那第二個呢 那第二個呢 這些呢 就沒有優化到它的情況 那我們選擇 Isolution的畫面 那Animation那個 對了 OK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旁邊的地方 那你看到呢 就 那你看到呢 扯一下扯一下 OK 那還有呢 就沒有聲音的 那連原本的Sauce 都沒有了 不是我關了 那Sauce 就有聲音的 但是這邊呢 Sauce 停了聲音了 停吧 那到另外的兩邊呢 就沒有聲音的 那這個是同時發現的問題 又是 又疾又沒有聲音就接受不了 因此停一停 播cast 現在取而代之的方法是怎樣做的呢 就剛才說過了 它是Chrome來的 如果你發覺Animation又疾又不行 只需要把那條最頂的link copy Ctrl C 然後去Nit那個地方 加一個Tab 貼上連結 基本上Animation是放在網上的 你知道連結就可以了 OK 試一試在這裡先 看看有沒有聲音 這裡有的 如果這個ConeTab可以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先停一停 好 接著現在去Meet 去Meet 去Meet 真正現在試一下Present 選一個ConeTab 出現了 然後按 然後我們又看看旁邊 你如果聽到 那些聲音重覆的話 基本上就聽到聲音了 以及亦都無疾到 可以停了 停一停 停一停 它就停了 這個就是解決 iSolution的方法 希望有幫助 希望有幫助 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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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的